哈喽大家 我们又要登机了 我们等下要搭飞机去阿富士特戴 人超多 对不起 是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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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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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到阿姆斯特兰的食谱了 是吗 反正就是那个最大的机场 现在我等下准备跟我朋友坐公车去饭店 然后放行李check in 之后我们再前往阿姆斯特兰市区 就这样 先给你们讲一下 等下就准备出境了 这个机场真的超爆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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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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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吃 喔!終於買到了 這間店買有名的草莓 人滿為患的安妮之家 給你們看一下 還好 已經有點商業化了 這才是新教堂 給你們看 水霸廣場 給你們看一下 大家 我現在已經準備要回飯店了 剛剛去完紅燈區 然後在附近走走 快看我的腳要廢了 所以我跟我朋友準備回飯店 今天身體有點小 不舒服 所以決定早一點回去睡休息 但現在也已經快九點了 我們大概快一個小時的車回去 可以睡飽一點 超累 OK 今天大家就到這邊了 還有大家早安 接下來荷蘭第二天 然後現在準備去 我現在吃少餐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準備去花園 超趕超趕 露營地標 搭這個去庫肯霍夫 現在要去花園 現在要去花園 今天要去花園 那裡的夢子 你看 那這邊 就可以拿去 一邊直乾淨 後再開 再來看 想去一邊 試試看 哪一邊10點 真是 逆到花園了 給你們看 超多花的 但人也超多的 荷花好美喔 這裡開超爆好的超美的 這裡超酷的 超美的 各位給你們看我們現在來到一個溫室 裡面全部都是 日浴金香 你看有深厚 超爆多美到不行 後面這裡是一個噴泉 也是超多花的 瘋掉 愛花的人必須來 算這裡人爆多 這裡人有多少 但這裡花很多 超美的 給你們看這裡的 你們看 超美 欸 雨花合影 超多花 美到不行 這裡超漂亮 就是因為它的草很綠 雨 雨超暴大 準備回家了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終於成功坐上車 要準備去海崖了 我們剛剛在萊登車站 那我們超級擔心 沒辦法去海崖 因為前陣子 荷蘭的火車有發生事故 所以所有的海崖到 萊登到海崖火車都停止 然後我們超擔心 還好有公車 但要坐一個小時 幸好還有位子 你看人有多少 對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海崖 因為我們要在海崖住兩個晚上 OK 那希望我們可以順利到達我們的飯店 拜託 一定要順利到達 哈囉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八點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天空 依舊明亮 我們準備去吃麥當勞 因為我們整天都沒吃東西 順便去麥當勞附近的騎士廳走走 想說看一下夜景 那夜景應該聽說蠻漂亮 就是會打光 所以去看看 然後我們終於立即前行外空到飯店 回去讓你們看飯店長什麼樣子 現在在等電車 還不錯 但一常是還給錯房間 不過後來解決了 讚 看騎士廳前面的湖 超美的 吃麥當勞 點好了 96號 滷條 麥香魚 還有水 終於喝到水 每次都買成氣泡水 超生氣 還有番茄醬 雖然要淺 但我還是想吃 看外面的景色 還滿漂亮的 這樣子 OK 叮 好好吃飯 給你們看一下夜景 還滿美的 我們看一下美麗的夜景 這燈 這面打得很漂亮 美到不行 我們特別等到晚上9點半 拍這個 哈哈 耶 決定在這裡跟你們說晚安 等一下我們就準備要回飯店了 這裡太美了 就 OK 我們要去趕車了 要來了 耶 晚安 明天見 大家早安 現在是我們來荷蘭的第三天 我們等一下準備去騎士廳還有美術館 那邊畫畫 然後有考慮要進去美術館裡面看 就是一幅戴珍珍珠耳環少女 就是一幅畫 今天的行程也是滿鬆的 結束後我們可能會去和平宮 然後最後再去海邊走走 以上是我目前今天規劃行程 我們一起出發吧 再 這樣我就要下車 今天天氣超好的 但還是很冷 今天天氣超讚 天氣超讚 但很冷 請每天宵 思議 我們 upstairs 怎麼會跑去 留下 child 那裡 我只想转车 应该在微笑进不去 然后我已经抽美食馆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看齐事机 所以我们准备去吃午餐 今天中午吃KFC 285 吃汉堡、鸡柳条、薯条 还有有气的柠檬红茶 超酷的 赞 配上外面的风景 一个街道的美景 大家午安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半 我们现在在公车暂停的电车 准备搭1号电车去骑士亭 但今天休息 不过我们就是想去看看他的建筑 然后拍拍照 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去小人国 还蛮酷的 我们刚刚去肯德基这里的肯德基 意外好吃 刚刚喝到一个饮料超酷的 很好喝 赞 晚上要跟红军见面 又要一起吃饭 但他还没到海牙 所以我们就先去慌慌咯 不能进去圆姐休息 可是很漂亮很壮观 超美的 我们现在准备要走去小人国 为什么要用走的呢 因为我们发现这片公园超漂亮 然后今天天气又超好 那我们只要穿越它 我们就会到我们想去的小人国主题乐园 不是台湾那个小人国 但是是这里真的小人国 给你们看超漂亮的 超酷的 而且上面这人是假的 耶 成功 好可爱 好可爱 哈喽大家,我們已經結束小人國的行程了 跟你們說超級無敵推這個小人國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來的有點晚 我們大概三點才到,但它裡面有五個故事館 有三個四點就關門,所以有點敢建議一兩點就可以來了 然後玩到五點閉門 這裡超級好玩、超有趣 這個是會讓你眼睛為之一亮 然後都是一些荷蘭的住民地標、住民建築物、住民公司的一些 就是對基層的一個小建築物嗎?還是造景這樣 然後就是小人國超讚 然後它的五個館都會播一些有關荷蘭的一些影片 覺得非常值得 我有拍一些影片就放在前面 然後非常建議你們可以來這裡玩喔 你看,這是我來歐洲第一次看到海 超美的 看到它有摩天輪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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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想 我們到了第一個經典,教堂 還蠻美的、蠻大的 這裡的河 噢! 哈囉大家 我現在在聖勞倫斯大教堂 洛特大的第一個景點 然後我在這裡吃早餐 你們看 我身後就是大教堂 然後吃早餐 我們等一下還會去房塊屋 跟去看一個蠻著名的大橋 之後我們就去小孩的雞房 我們預計四點從這邊離開 對 所以目前我朋友去拍照 我們步行李 然後吃早餐 OK 然後我繼續吃早餐 叮 給你們看 打鐘的教堂 給你們看 房塊屋本人 給你們看 我與房塊屋 環一圈 就是家裡 蠻漂亮的 很特別 超漂亮的 給你們看 嗚 哈囉大家 現在是11點半 快12點左右 我們現在要搭電車 再轉公車 是小孩的地方 今天天氣還不錯喔 很開心 然後大概4點離開嘛 所以我們剛剛去了 房塊屋教堂 還有一個名字的南店的橋 然後都很美 所以現在就決定去小孩的地方看 風車 荷蘭筆做事情之一 我很俗 但我超愛 今天是粉紅穿搭的一天 哈嘍 哈囉大家 我現在在小孩的地方 這裡風真的非常大 給你們看一下周圍環境 其實就是這樣 它的風車沒有這樣一整排很緊密的靠在一起 那就是19座風車散落各地 所以我們個人覺得這裡大概拍一個小時就好 除非你要搭船 騎腳踏車 做一些鎖鞋活動 或者是一群人來要輪流拍照 就可以多停留一點時間 但我自己覺得一個小時非常夠 重點是從市區來這裡也要一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這裡風非常大 所以今天要戴帽子喔 我是有戴的 但是要戴那種溫垂吊桃子 可是這裡就很美 就是那種荷蘭鄉村的美感 美麗 然後建議如果天氣懶的話一定更好 那今天就一定的 不過沒下雨我們已經謝天謝地了 OK 我們等一下結束這個行程 就要準備回市去搭Flixbus去布魯塞爾了 開心 給你們看一下 我繞一圈給你們看 就是這樣子 然後有人在騎腳踏車 這是轉的最認真的一台風車 記錄一下要走的前一刻 下暴大雨 我們是來荷蘭淋雨的嗎 看一下 下暴大雨 超大 好冷 還換帽子太冷了 OK 我們準備走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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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想在這個風車前面跟大家做個結尾 等一下就要準備去路特丹的火車站附近 大家就去了去比利時了 所以這支影片荷蘭四天遊就在這邊做結束囉 那我去比利時也會繼續錄影片 然後分兩支相片 OK 那我就在這個風車的前面這個地點 小孩提防 在這跟這個大家做結尾 跟大家說掰掰 超愛荷蘭 我這輩子還會再來 讚 我超喜歡 我這次在這邊囉 拜拜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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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